TVB的三大不老玉女,四五十岁了都美得不像话。 有些明星啊,一把年纪却依然是女神。 精英保养得好,让很多观众年轻时看她是美美的颜值,等到她四五十岁了却依然保持住这颜的颜值,真很难得了。 今天就来谈点下TVB的三大不老玉女吧。你喜欢哪个呢? 周海美,TVB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,一度爆红的当家花旦之一十八岁就走进了娱乐圈,在TVB拍戏,十九岁就参演了TVB的重头剧《流氓大亨》,够金色吧。 可刘嘉玉比起来,完全不逊色,两个人都在最轻涩的年纪,成为TVB的美女花旦之一。 在TVB有多不代表作,曾经一天屠龙记的周芷若。 也是1997年大纳广昌龙的女鬼小芙蓉,那时候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年轻漂亮的女鬼啊,真的很惊艳有没有。 现年已经51岁的周海美,在2014的时候参演了武则天电视剧集,饰演的杨淑菲,在那时候就被封为《梅魔女》,《不老玉女》。 周慧尹,一代青春女神。 在90年代一歌手的身份出道,不是TVB艺人的她,也曾参演了多部TVB的电视剧集,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大时代里的软眉小姐姐,那时候的她和蓝杰英一样好看。 到了现在,已经入行30年,现年51岁的周慧敏,前段时间在红馆举行了四场周慧敏30周年演唱会,以玉女身份现身红馆,非常惊艳。 现场还化身美少女战士,唱出了这首经典的童年歌曲,一句你你你,快跪下。勾起了很多网民的回忆。 在这里周慧敏。 在这里周慧敏还晒出了很多年轻时的照片,真的是,一点都没变啊。 陈伟,新一代不老玉女。 从世亚世的当家门女花旦,在90年代末之2000年初是亚世的顶梁主女艺人之一。 在2008年拍完了《忍者黄飞红后》吸引了足足四年,后来付出拍摄了一个美容广。 告,因为性感,不老的面孔一时振动娱乐圈,就或封为美魔女,新一代的不老玉女之一。 这几年她加入了TVB,还签了长达七年的艺人合约,看来是打算在这里大展拳脚了。 以她扎实的演技,以后一定会和同样是压制过当的甜蕊一样,成为当家花旦兼当家事后之一。 日前新TVB港剧《开禁拜神》,45岁的陈伟便是第一女主角,真太美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